香港2017大中華杯帶棍球賽 以宮東高宮為主力的台灣隊 成軍三年就奪得冠軍 球員回想奪冠那一刻至今都還是很興奮 大家就是從休息區全部衝向守門員 排他的頭盔因為他擔到很多球 還有我們得分的人 大家都很開心 教練也是 在他結束時那個鈴聲一下我才驚醒 才發現我們贏了 那種喜悅真的很快樂很開心 帶棍球在台灣發展較晚 許多民眾可能還沒看過 但在歐美國家都已經是職業運動 教練表示帶棍球起源於印第安人 競神所發展出來的一項運動 在中華民國帶棍球運動協會理事長 林雅珍的權力推廣 看重族人學生的運動天分 以宮東高宮為種子學校 希望培養更多帶棍球人才 帶棍球的起源其實是 大概可能一千多年前 在美國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發明 在台東這個地方比較多原住民 然後這個帶棍球運動是蠻注重體力跟速度的 而原住民天生就有這方面的優勢 所以他們在參與這個運動會有比較大的優勢在裡面 許多球員表示自從參加了帶棍球 在課業上多了耐心也提升了專注力 不僅如此 成績優異在升學上更能保送大學 繼續朝帶棍球運動發展 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的話 就可以讓他變一種職業 就可以像籃球棒球那種 就可以變成職業就可以賺很多錢 多一點就注意知道這項運動還有台灣的人 可以認識到這項運動 就上大學後還會繼續打球這樣 到台北也有一所學校 城市科技大學那裡 目前這項運動在奧運被列為觀察項目 有機會成為正式的項目 校方表示希望這次奪冠的激勵 可以帶動台東縣國中高中學生投入帶棍球的運動 接著離部門台東縣網報道